由於美國這個中山發展 我們大概五年前 這個統計的話大概有五萬多家 最早的來的就是廣東人的這個雜碎店 有100多年的歷史 然後是這個五幾年六幾年 台灣的移民 中國大陸來的移民 還有韓國華僑啊 還有越南的 從世界國際的華人到這裡來看守 各種中國的餐廳 那後來呢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 然後就來了一些福州的自助餐食 但是他們都沒有充分體驗 中國的真正的地方護衛 或者說中國才的護衛 那所以說近代中國的移民越來越多 每一個省的人 他們都把自己的護衛帶進來 所以餐館越來越多 我們估計大概現在已經 真的要10萬以上了 另一方面因為我們重新聚會食品嘛 在我們成立了十年了 在國內已經服務了超過五千家年所企業 反省非常好 我覺得突如這兩年嘛 因為我以前來過一次美國嘛 覺得美國這邊的中餐嘛 我認為和國內嘛 目前比起我的差距比較大 我相信我們的味道呢 應該能夠給他們帶來很多的幫助 還有目前的人員的短缺嘛 多方面的話他們招以前傳統的廚師師傅嘛 也是不好招嘛 因為我們是專門做中餐的標準化 所以說解決了他們的廚師 需要很高升水平的問題 調料這個就是用四川鄭做的一些泡菜泡漿 再用辣椒豆瓣做的一個調料 所以說叫 Curio 那麼多餐廚師傅 所以我們是從二年里 向來百合小貌 為什麼 الش貨物 會員提供的統賣 我們現在不討論